今天我们对吉梦的文本生成视频的模型 做一个全面的评测 吉梦在前几天全面升级了 他的文生视频和图生视频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生成的一个最好的效果 首先我们看提示词 这个是一个图生视频的效果 这个图片是我们用Flux生成的 我们在测CogValueX的时候 也曾经用过这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 那这张图片其实是一个女孩在插花的这样一个场景 整个的画面比较唯美 女孩的面部也非常的精致 中国风的这种服饰风格也比较突出 那么手部也是比较精细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提示词 阳光透过华丽的彩色玻璃照射进来 照亮了一位身穿鲜艳橙色汉服的年轻女子 她跪在地板上精心的插着每一束缤纷的鲜花 她的头发盘成精致的鲜 上面装饰着白色的花朵 她小心翼翼的把每一根镜插进一个质朴的小花瓶里 专注而平静的表情 然后拿起另一根镜 仔细的考虑她的位置 色彩丰富的汉服 花朵和温暖的阳光 营造出和谐又美观的景象 她继续插花精确的添加每根花镜 然后在阳光普照的房间里 创造出一个小型的杰作 那这里边其实呢 更多的是一些动作描述啊 就是有一些动态的语言 而不是描述一个静态的画面 描述色彩啊 描述面容啊 所以说呢 我们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 这个女孩呢 在插花对吧 非常明显啊 面容的保持 风格一致性的保持 服饰的保持 细节的保持 动作的一致性都非常的棒 而且可以完美的呈现插花的这个动作啊 这就是寂寞的模型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模型的话呢 是我们用到的叫S2.0 那其实呢 这个模型呢有三种 准确都是四种啊 最后一种可能 我们用的比较少 因为它属于老版本啊 所以说呢 第一个呢 就是S2.0 第二个呢 是S2.0 Pro 第三个是P2.0 那么大家进到GIMO的观望里边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控制台啊 这儿除了做图之外呢 就会有视频和这个音乐 在海外版的这个GIMO的平台上 也就是TapCut 那个平台上呢 目前还没有上线这两个功能啊 这里边呢 有视频生成和故事创作 两个步子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生成 点进去之后就是这个界面了 这儿有图片生成啊 有视频生成 那我们先看视频生成 视频生成第一个呢 我们先选这个模型呢 是选这个2.0 这三个模型 这三个模型不同的地方是 它生成视频的这个消耗的值是不一样的 大家注意 这个是消耗5个积分点 那你每天获得的积分点的数量呢 是60个 那也就是说 假如你用这个模型可以生成12个视频 那如果你要是采用别的模型 比方说2.0Pro 这个就要消耗20个积分点啊 同样这个也是20个 所以说呢 它整个的消费的这个程度呢 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生成速度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一下 生成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 具体的效果我们就不用看了 我们看一下 我之前已经给大家跑好的这个效果 这个图片是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边 生成的一张 这个女孩站在核桃旁边在嬉戏 这个我采用的是英文的提示词 这生成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大具面部表现就没有那么好 对吧 这个动作还是可以的啊 画面的精细程度呢 也没有问题 走性不是特别大 那如果我们换成中文提示词呢 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效果 其实就动作的流畅性来讲呢 差别不大 面容的这个质量呢 也差别不大 那说我到底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呢 这个大家还是用中文啊 因为这个提示词的数量是不能超过256个的 就是字符的个数 所以说用英文的很容易抄掉啊 并不是说英文的效果就不好 所以说呢 我们这建议大家还是用中文 那我同样用了很多的图片来帮大家测这个模型的功能 那这是第一个 那我看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也是个英文的效果啊 大家看一下 女孩在这个窗户前面谈古证 这个动作是很像的 确实是在谈古证 景物的表现也没有问题 同样是人物的面容 由于分辨率的问题呢 表现的不是特别够 大家看一下这是那个女武士的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做的还是很很棒的啊 是在长城的顶端 然后一个身穿金色汉服的女子 举起一把闪光的剑啊 然后呢 他会把这个剑呢给他放下来啊 这是关键性的动作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键放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在这呢稍微有点变形 对吧 跟我们测的那个Cog Value X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这个呢是一个茶道女孩 那注意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不用去详细看这个提示词了 我们就来看这个生成的效果 这个效果的话呢 女孩的面容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不够漂亮啊 这个一致性也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胡呢 也是稍微有些变形 另外就是要注意啊 手张也是有问题的 看一下 凭空呢就多出来一个水杯 对吧 所以说呢 这种就是只能远观啊 不能近看 那同样我们看这个动漫风格的一个 这个效果的话呢 总体上来讲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在这种举步的一些表现上 你注意这个腿啊 包括面容 这个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整体的质量 比方头发啊 衣服的摆动啊 出印的飞舞啊 这个做的都是挺漂亮的 这个是双胞胎女孩 在樱花林里边跳舞 这个做的也非常的棒 大家看一下 这个动作流畅程度 也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是人物啊 面部可能是硬伤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那个插花的 你注意 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把 那是最低的这个S2.0的一个模型生成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它面容呢 保持的就稍微差一些 会有些走形 另外你注意 动作是没有完美的展示出来的 它并没有去插花的动作啊 只是去看 原来呢 我以为是因为长度不够啊 但是当我测了它这个后边两个模型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模型的能力稍差一点啊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生成的一个读书的女孩 大家看一下 重点的动作同样是在运镜上 跟靠个Y6X也就是轻盈的表现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这是我们测的S2.0啊 这样的一些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基础的效果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模型啊 就是P2.0 P2.0和S2.0有什么不同 它这有一个简洁明快的表述啊 S2.0叫更快的生成速度 兼顾高品质的效果 就是比较均衡的一个模型 而2.0PRO是更合理的动效 生成更生动自然的运镜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 这是2.0PRO你注意面部眨眼 这个就非常好看了 而且这个手呢 与摆弄这个花也非常的自然 虽说能看到这个模型会更加精细 但是它依然没有插花的这个动作 对吧 我们在那个关键帧里边其实是在描述 它将这个花插到这个花瓶里边去 所以说跟花瓶的互动呢是没有的 那但是它比1.0的这个版本的确是要好很多 看一下1.0这个不管是动作啊 质量上来讲呢就要差一些 那如果你希望生成的并不是讲究画面的一个唯美的话呢 那你可以考虑第三个模型啊 就是这个P2.0PRO P2.0PRO呢是精准的响应提示词啊 可以生成多镜头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P2.0生成的一个效果 在这里边的话呢 你注意它的面容其实并没有S2.0精致 但是不会走形会比较漂亮 但是动作会非常的符合我们对提示词的这个描述 所以说这是不同的方向啊 所以说在很多平台里边 只用不一样的这个收费标准啊 可能有的是量上 有的可能是这个模型的限制上啊 那吉梦呢就是提供了三种不同质量的模型 供你去选啊 那花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也是一种商业的策略啊 下边呢我们测一下它的这个对口型 对口型的话呢 我们可以上传图片和视频 然后呢也可以上传音频 或者上传文本让它去生成音频 同样它有两种效果啊 一种是标准的 一种是生动的 这个呢我已经把大家生成好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对口型的这个效果 我们听一下 在现实中它不过是一个无依无靠的难民 129年照明成病逝 李清照带着家里的数万件文物南下避难 途中他一度病入膏肓 为了寻求庇护他嫁给了一个名叫张如舟的小丽 实际上此人不过是看上了李清照的文物珍宝 没有得逞便对他拳脚相加 那通过这个大家也能发现啊 这个口型对的有点夸张啊 这个我们是用标准的方法 就是适合修改口型 适合演讲 对白 这个效果我觉得比Hederal呢 还是要差很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Hederal的表现 我们常说诗词很美 如果说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诗里 包含着多种学科的浪漫 日照香炉生紫烟 摇看瀑布挂钱穿 紫烟其实是光的散射 这个大致也能看出来啊 就是它跟Hederal的这个区别 这个你注意口型呢都比较夸张 对吧 动作也比较少 因为我们选的是标准的嘛 这个耗飞的点数也比较多的 而且跟什么相关 就是跟你生成的这个长度是相关的 下面呢我们再来生成一遍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采用这个生动模式 然后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疾梦里边 不得不提的一个功能啊 叫做故事创作 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那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重点是创建分镜 分镜的话呢 有两种创建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你直接从本地上传 然后呢你可以加描述 把它转成视频啊 然后你正常去看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阵一阵的去放 但是如果它转成视频 它就动起来了 对吧 这是最简单的啊 你要做一个故事 比方我像说这个女孩在演讲 那其实通过这种图片 然后再把图片转成视频 就可以做得非常棒了啊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做 就是创建空白分镜啊 创造空白分镜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疾梦自带的这个 自带的文生图的模型来生成图片 注意啊 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有这个演出角色这样一个功能 其实这个和导入参考图有点像啊 你在导入参考图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就是你要导一个 比方这个女孩啊 你要导她的主体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的话 他就把这个人物给你抠出来了啊 还是长相 把脸给你抠出来 还是某些边缘轮廓啊 那其实相当于一个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一个controlight 这样一个东西啊 当然它可能功能更多一些啊 这是这个 那我习惯用的就是这个演出角色啊 那我们可以有一个角色 这是我之前设置好的 然后这个角色你一旦定义好之后呢 它可以当一个 Laura去用啊 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 是不是应该更好一点啊 这有主体的参考程度和这个面部的参考程度 可以去调啊 一旦你选了演出角色之后 你注意这个风格就不能再换了 因为这个图片其实决定了你总体的风格啊 比方我们简单试几个 女孩在校园里跑步 那我们可以生成一个 你注意啊 消费点数是2 比较少 因为生图嘛 比较少啊 然后呢 它开始生成 你注意生成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 那看一下 由于这个是16比9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张图片 这张 哎 这张 这张 你更喜欢哪张呢 你注意它长得的确和我们上传的这个角色是非常像的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再创建一个空白分镜 然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角色再让它干一个事情啊 比方同样还是这一角色 那我们让它在图书馆看书 然后再次生成 注意啊 它这个模型选择会根据你生成的这个去选啊 2.0可能效费要高一点 你可以选1.4啊 这个我就用2.0直接生成啊 那我们再来看 有这么几张图片 那你看一下更喜欢哪一个 我觉得还这个还是不错的啊 那现在呢 我们创建了两张图片啊 然后当然你还可以接着写是吧 我们再创建空白分镜啊 同样加入这个角色 女孩在教室里自信的演讲 那我们再生成 大家注意啊 这个应该类似的应用了像instantID和pyd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呢 它面部朝向呢 你会发现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那我猜是instantID啊 那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 我觉得这个就看哪个更漂亮一点是吧 或者你觉得哪个衣服更好一点 长的应该都差不多 我们选这个吧 那这样我们就创建了三个分镜 然后你对每一个分镜呢 其实是可以继续再添加描述的 可以把它进一步转换成视频 因为我现在只有七个点了啊 所以说呢 我这就直接转一个就行了啊 那同样我这会写成女孩在校园里跑步 然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突转视频 当选的时候呢 你注意在这里边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里边单独的视频生成模型啊 所以说这有手针和尾针 如果你要是创建了两个不同的图片 可以有手针和尾针啊 甚至有运镜的这个控制 对啊 你加的越多 应该这个消费的点数呢 就越多啊 比方我们运镜系 以后它是啊 这样 然后当你应用之后 哎 这个还行啊 啊 然后呢 运动的速度 我们选适中生成 选三秒的这个啊 一针一个点啊 下边呢 我们来生成一个 大家看一下 他这有这个明细啊 你要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点视频生成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下边这还有这个对口形什么的啊 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看了 我们直接播放一下 看一下 开始跑步 然后切换到这 那当然下边这个你还可以继续生成啊 比方说 你还是在图书馆看书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用图片转视频 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给他拿过来 别的呢 我们就不用去调了啊 我们基本上就采用这样一个模式 这我也不采用运镜了啊 我们直接再生成一个 那这个也生成完了 我们可以再播放一下 开始跑步 然后在这个图书馆里看书啊 这个我们也有生成视频 大家会发现啊 就是这个人物的话 其实会有点走形啊 偏向这个欧美人物 对吧 这个也是控制的不太合适的一个效果啊 完了之后呢 导出成影片啊 下载到本地 或者导出到剪映 所以说那他和整体的这个 所以说他和整体的这个产品的链条呢 是无缝的衔接的 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效果啊 所以大家也会发现啊 这个集梦作为一个工具来讲呢 他除了提供模型之外呢 还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功能啊 比方说比较出色的这个故事版 你会发现操作起来是比较顺畅的 那我们利用他提供的免费点数呢 其实可以适当的去使用他的工具啊 让你的创作呢 更加的唯美 更加的漂亮 对吧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聊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